近日,16岁的好莱坞同心洛格维莲姆斯的死因曝光,窒息在他的尸体中被检验出火量的芬泰妮,一次生前曾要过教务成眼的问题。 莱坞维莲姆斯的母亲玛丽丝,向外国媒体公开了他的死因,希望提高大众对于一些精神类药物的认识,表示,他的死不会白费,他将帮助更多人。 前段时间去外媒报道,曾经出演过闪电侠的童星洛格维莲姆斯不幸去世,年仅16岁。 消息爆出之后,并很多网友十分震惊,震惊之欲纷纷为此表示一汗和悲痛。 罗根维莲姆斯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,他去世的消息给他的妈妈玛丽丝带,去了巨大的打击。 而且,罗根维莲姆斯一直跟随外祖父母居住,玛丽丝则在外工作,因为疫情原因被迫分隔两地,就连罗根维莲姆斯去世,玛丽丝都没办法回家见他最后一面。 玛丽丝悲痛至极地表示,对于罗根的离开,我感到相当绝望,我爸妈失去了唯一的宝贝孙子,而我都没能好好的给他们一个拥抱。 巨纷2014年,罗根维莲姆斯在闪电侠中,但演了少年时期的小闪电侠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,随后还出演了天外来客,倾听心灵等剧,潜力十足。 没想到,还没成年就不兴趣去世,令人十分唏嘘。 在闪电侠中饰演成年版闪电侠的格兰特古斯青,也在社交平台悼念罗根维莲姆斯,晒出了两个人当年的合照。 照片中罗根维莲姆斯笑得十分灿烂,让人不由感怕天度阴残,令人心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